大家好,我是大泽,我现在是在广州的照庆小红汽车工厂 现在刚刚到场了,在我身后就看到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品,就是小红的飞行汽车 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展示,给大家带来简单的一个上手体验看看 现在我眼前的就是小红飞行汽车 其实从地眼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的霸气 这个造型设计也非常的酷 然后在前面有一个小红的logo,非常的显眼 所以你第一眼看上去,其实虽然它是个飞行汽车 但是你还是能感觉到小红的这个设计里面在里面 然后我们来转一边看一下,这个旋律设计的非常明显 这个一个大红展式的开门,跟小红的p7的那个医管一样 我们再走进看一下,它整体配色是银黑色的配色 看起来科技感是非常的强 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工作人员,这个也是小红 第一次对外亮相吧,这个飞行汽车 我们在侧面来看一下,里面我稍微给大家放大一下 从我这个,因为我进不去,我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的里面是有三块屏幕出售 我也会给大家说一下 在驾车身上有一块,大概多数个使用车 然后下面呢,这是一个应该说来操控的一个树的屏幕 基本上剩下就没有一个多余的操作 然后这是一个双人的座椅 设计感觉还是土上倒数的 今天这个飞行第一次展出,因为今天是小红12色技术开放日嘛 哇,其实很惊显的看到这样一款产品 好的,这就给大家简单带一个上手的东西啊 稍后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小红汽车技术开放日 更多的资讯,好的,我是大泽 感谢观看